Hello 各位家長小朋友 我們有第二次的親子崇拜 剛才你有沒有一起唱《跟著天際飛》這首歌呢? 這首歌提醒我們要謙卑跟隨主聽天父的話 然後我們就可以跟著一起飛不同的地方 不知19年家長和小朋友你們有沒有跟著一起飛呢? 不要緊 我們未來新一年都繼續學習如何跟隨主 學習謙卑聽他的大靈 今天家綺sir說一個故事給大家 這個故事是關於以色列人如何學習跟隨主 話說以色列人進入加南地之後 他時都要跟不同的民族打仗 其中他最大的敵人就是菲利士人 一班很強勁的民族 有時都打聖仗 以色列人有時都不夠他們打 今次又再打仗了他們 那發生什麼事呢? 話說有一天 菲利士人的探知 他找到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這個地方 於是他就很快地回去找菲利士人的領袖 就跟他說 我發現到以色列人在米斯巴這個地方 不如趁他們不為意的情況之下 我們派兵去攻擊他們 就可以擊敗他們 於是菲利士人的領袖就召集不同的大軍 一起去米斯巴這個地方 打算趁以色列人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先下手為強去攻擊以色列人 為什麼以色列人會在米斯巴呢? 原來因為他們之前一直得罪了耶穆華神 於是薩姆爾這個先知是他們的領袖 就帶他們去米斯巴去認罪悔改 求神去赦免他們 不過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他們獻祭的情況下 竟然菲利士人打到來 哇小朋友 如果這個情況你是以色列人的士兵 你會怎樣做呢? 會不會像珈其Sir這樣呢? 立刻戴頭盔 拿著把劍去衝去殺敵呢? 殺啦! 原來他們沒有戴頭盔 和立刻出去打仗 他們反而去求薩姆爾 去呼求上帝 他們覺得這個時候要依靠上帝才能幫助他們 於是他們繼續去憲制 然後求上帝幫助他們 小朋友 你猜這個情況之下 菲利士人是不是真的會攻過來呢? 菲利士人看到以色列人 繼續去憲制 不管他們 當然趁機去攻擊他們 這個時候 薩姆爾和一班以色列人 繼續去憲制和求上帝幫助 在這個時候 耶穆爾和終於出手了 他阻止菲利士人去攻擊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人繼續去專心去憲制 當他們憲制完畢的時候 就去反擊打敗菲利士人 戰爭很快就完了 以色列人經歷到上帝的大領 今次他們學習到 不是靠自己 而是完全依靠上帝 於是 薩姆爾 就在這個時候 立了一塊石頭 在石頭上面寫著 以便已借 意思就是 耶穆爾說 如今都幫助我們 故事就講到這裏 不過故事提醒我們 當我們有不同困難的時候 我們可以學習偏卑去求上帝幫助我們 上帝就自然會幫助我們 好像今天 以便已借這個字去提醒我們 耶穆爾說 時也會幫助我們 各位家長小朋友 不知道過去一年 有什麼困難 不開心的事情 我們是不懂得處理呢 故事就提醒我們 我們要更多的去依靠我們的天父 未來一年裏面 我們都學習 更多的去尋求他 以及依靠我們的上帝 以下有幾條親子討論的問題 家長和小朋友可以一起去分享一下 講一下你的答案 或者你去討論一下那幾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 記得當剛才菲利士人攻打以色列人的時候 以色列人在做什麼呢 第二條問題 當菲利士人真的打到來的時候 以色列人他怎樣去回應呢 是否握劍 還是他怎樣做呢 當戰爭打完的時候 以便已借 是什麼意思呢 記得嗎 最後 不如家長和小朋友 你們各自都分享一件感恩的事情 過去一年的時候 有什麼感謝上帝帶領 我們家長可以分享 小朋友可以分享一件事 然後呢 家長可以帶小朋友一起結束的祈禱